OK 下面开始介绍5MQC的实力概念 材式的 材式的 材式的实力的话 还是有非常多的优势的 比如说 它的速度还是比较快的 最快的话 如果用 可以达到10MHz 然后用4MHz的话 可以达到20MHz 然后它的精度也是比较高 还是1MHz 相比 融门等一层 电池等一层 它的精度应该是最高 它的上料 不求 然后客户也不用去再做材料 直接的话 把这个材料干嘛 放在上面就可以直接用 它当然也有点缺点 它的缺点呢 就是 还是一个宽敦 因为爆疼的原因 目前不能达到2米3度 长度的话 一般现在市场上 最大的应该是在6米 除非最低 但是最低的技术 就看起来 会影响一样的程度 所以这个目前的缺点就是 在侧服地上 超不过2米6米 当然现在在市场上 市场上 是3米3米2米 有价格 3米 是1米6米 3米3米5成1米5成2米 这样的 对象的 很像是 调量那个多 你公司的话 因为5成3米 这也是 3米5成2米5成2米6米 换句 就是他的一个特点 因为他是这个特点 三米5成5米4的材料 材料和运动物贩都在一起 所以说他不适合 很太痛的纲板 如果说我们会放30毫米以上的纲板 对于它的弹件将会影响到的调整精度长期放了以后 尤其是在工人的暴力水平上 暴力的水平就会对它的精度影响非常大 因而它的两个缺点是 一不能大抹面2米6米超过 二超过30毫米上的方便